拿出手机聊天记录 新北市47岁林姓工程师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 认识一名主动搭讪的女网友 对方相当热情找她聊天 没想到却害自己被骗了将近三百万 当初已经警告你们 不得私下互相留电话或帐号 他意思是说你已经降低 你们在平台的信用值 所以必须在五万块 再拉高你的信用值 第一个女生从头到尾就是十七万五千块 对方指定用某一款软体继续聊 还多次提出碰面的邀约 不过最后却一面都没见到 存款就被榨干 林姓工程师去年十二月 与一名化名为love的女网友聊天相识 对方要求换平台继续聊 不客服却要求双方处值2.5万元入会 两人有见面合照后会退回2.3万元 林南先付了5万元 没想到对方之后消失 客服之后又再告知她 要找第二个女孩才能退款 她又加了另一名女网友叫 客服这时又说要支付备案费 保护费等等款项才能见面 后来对方也失联 林先生前前后后总共费了超过 两百八十八万元 上网交友却陷入诈骗陷阱 工程师二月底跟165反诈骗求助 这才警觉被骗了 希望透过警方深入调查 揪出幕后诈骗黑手 继继续游骗陷阱 李立成财富报道 立刻下载禁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如果过来就这样了 再要寄回才能见到 一手掌握新闻 属就在已经来 一手掌握新闻